陳明文違法接見 幫寶和會 中文治後面的金主 余天領二十幾個立委 幫寶和會的金主直接開脫 我是沒證據啦 不是他幫我們也有辦法處理好 是我現在認定就民進黨開了槍 你不懂的話你去看 你打陳明文點獄長 你打中文治 你打余天 點證據都沒有 可不可以這樣亂講 那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直播是最大啦 你沒有證據 你都可以亂講 指控任何一個人 誰是開了槍 誰指使誰 館長有時候你 有時候稍微 烤肉比較好 不要用力用力 你直播現在言論自由是沒有錯 可是 無憑無據的這樣子 指控人是不對的 老實講我跟他交情 其實也還蠻可以的 那我不曉得他為什麼 什麼原因是會 會指控到我的身上 尤其是民進黨 一點證據都沒有 可不可以這樣亂講 那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直播是最大啦 你沒有證據 都可以亂講 指控任何一個人 誰是開了槍 誰指使誰 是可以這樣子嗎 館長有時候你 有時候 稍微 烤肉比較好 不要用力用力 都是自己說的啊 好朋友才能怎麼自己說 民進黨現在已經表示要提告啦 那民進黨提告的話 我個人就不用啦 其實我也沒有告過人啦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提到我的名字 提到別人的名字還可以 我去接受他 兩次的訪問 我跟他交情不錯啊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這樣 別人他告了 我只是希望 呼籲啦 呼籲他 有時候 不要講得太過分 沒有證據的話 就不要 不要胡說八道 就算為了選舉 或者任何一個派 黨派 也不應該這樣子 對不對 你也看看對不對 老哥哥的跟你的交情 對不對 也不用 這樣子 這樣子沒有證據 然後就 就憑空捏造這樣 我其實心裡也蠻不舒服的 你自己講 啊我是沒正氣啦 沒正氣你又說出來 你是拿著 鐵名刀比較高的 來這樣 這樣摸給大家看嗎 這不對啊 想看看啦 我跟他的交情 真的不應該是會 牽扯到我才對 什麼叫金主 所以我搞不清楚啊 對啊 金主他還可以當我金主 胡說八道 不是啊 就胡說八道 我亂講 黑白來 黑白講 不應該是 你 我看 我看